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虽说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并不算小 但实际上除了其滨海的部分地区以外 其内陆的大片土地均十分贫瘠 而在这片地区还有这一座堪称世界最热的小镇 它的名字叫做库伯佩迪 这座小镇平日里的平均气温却高达51摄氏度 而这也使得这里的居民想要外出遍的十分困难 然而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奇怪 身处地广人系的澳大利亚 为什么会有人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呢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定居 为的正是库伯佩迪的一种特产矿物 普莱修斯欧伯 这种宝石有着十分绚丽的颜色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 这种能映出彩虹般色彩的宝石 也是他们梦寐以求之物 而正是因为这种宝石 这块近乎可以被称之为绝地的颜色区 才会逐渐形成这样一座规模 并不算小的小镇 不过在这里开始进行挖掘活动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 那些被矿工们挖出的坑道 其实还可以有着更多的用途 比如当作房子 事实上在几米深的地下 阳光的热度已经无法影响 这里人的正常休息 而他们也因此开始了特殊的地下生活 人们利用这些矿洞 建造出适宜居住的房间 久而久之 这座小镇的地上部分 反而被废弃一旁 到了现在 全镇一共有三千五百人左右 都居住在了地下 而这种特殊的生活习惯 竟然也成为许多游客 不远万里而来的原因所在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座小镇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